直到慈禧之工要来 张晨老嫂就开着门等着 阿姨 姐姐 八岁的张晨 两岁半时罹患罕见的尿崩症 脑袋还曾动过开颅手术 父母亲为了挣医疗费用 让张晨从小跟着爷爷奶奶生活 五子后院的这面墙 画的都是她对爸妈的思念 张晨从小缺失的亲情 从去年开始 让慈禧之工给补上了 每个月的探访 都是张晨最期待的 因为张晨家比较远 每次来我们都是快中午了 然后都是匆忙忙的就离开 所以也是想这次 能够通过这个包饺子 多跟孩子在一起待一会儿 这一回志工还特地联系了 张晨的父母亲返家 希望全家人一起享受天伦 那几年总想着 把他扔着奶就挣着钱 因为看病毒花了不少钱 欠也不少债 就是赶紧让他爸 我们俩多挣着钱 把钱给你还还 这就忽略了他了 现在稍微好点了 就多陪陪他了 母亲的允诺让张晨脸上多了笑容 志工离去前送了他一个竹筒 才听完小钱行大善的故事 他马上就有行动 给那些幼儿园没有玩具的人钱 真棒 大爱新闻 这是美志工王云秀 北京报道